在《情蛮九道弯》中 最令人隔应的角色 非养母莫属 她是个操控欲望十分强烈的母亲 家里的每个孩子 将来要走什么路 跟什么人结婚 都要经过她的安排 但凡有人敢跟自己叫板 那养母就会一哭二闹三上吊 直到孩子们妥协为止 就连对杨树茂这个最小的儿子也不例外 赵亚竟早就看上杨树茂了 这些年又给了养母不少好处 以至于杨母早就把她当成儿媳妇看待了 所以杨树茂但凡跟别的女人有任何的接触 杨母都会阻拦 无论是石晓娜还是叶飞 只要那个女人不是赵亚竟 就别想过杨母这一关 为此杨树茂的情场还遭遇了不少的风波 如若不然 她早就跟石晓娜在一起并结婚了 哪有后来的叶飞呢 除了干涉自家儿子的婚姻之外 杨母还喜欢在金钱上计较 知道杨树茂挣钱了 大学也不让上 就想让她继续做生意挣钱 起码别苦了自己这劳两口 丈夫没主见 压根就不知道孩子在外面受了多少苦 只知道一位伸手要钱 就连家里的兄弟姐妹也要跟着沾光 总之杨树茂挣钱之后 光是留给家里的 最起码也得百万起步 人都是现实的 有钱了喜欢八戒 没钱了恨不得躲着对方 杨树茂的公司出了点问题 连办公地点都被查封了 实在发不起工资的她 只能回去找家人借钱 可转了一圈 只有杨母慷慨拿出了厚厚的一打五万元 其余的压根帮不上忙 也是因为这区区五万元 让杨树茂变得无地自容不说 还洗白了杨母一生的贪念 在所有人的印象中 杨母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主 杨树茂年轻的时候经常在外面惹事 打假被人找上门要求赔钱 她分文不出 都让这些哥哥姐姐出钱 那时候谁的日子都不好过 有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就这么搭进去了 总觉得杨母作为母亲 不懂得体谅自己的孩子们 后来才发觉 她这是在为日后杨树茂的发达埋伏笔吗 杨母就是要让杨树茂明白 哥哥姐姐再有什么不适 当初最难的时候也帮过她 而自己虽说没出多少力 但在关键时刻 也愿意拿出五万元 虽说不多 却让杨树茂感动得痛苦流涕 毕竟这么多年来了 她很少能从母亲手里抠出点钱来 往往都是自己被一味地索取 父母都住上楼房了 她连个家都没有 说出去能不讽刺吗 后来才明白 杨母的抠门全都是为了杨树茂 她能多从儿子手里拿走一分钱 那就意味着能多帮助儿子一点 可怜天下父母心 杨树茂有多大的能耐 做母亲的怎会不知 生意做得大 并不代表自家儿子多有钱 只能证明她头上的担子到底有多重 如果不是杨母压着 恐怕杨树茂早就被自己的哥哥姐姐们给瓜分掉了吧 这么一看 杨母所有的不好 算是被这五万元给彻底洗白了 编剧着实够精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